当目前为止的慈祭职工在灾区所进行的各项的清扫访式和医疗服务 除了靠的是蚂蚁熊兵动员的人次已经超过10万人次之外呢 也特别借助了各种各样的大型机具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透过了全省各地的慈祭职工 大家的有效率的调度 以及有420台的各式各样的怪手 山猫跟大型的车辆深入了灾区 从8月11号也就是灾后的第三天开始直到目前为止 那么已经进入灾区里面的山猫数字呢 已经将近有150台 再加上大小的怪手 莲花甲车大卡车跟环保车等等 总共呢加起来有420辆了 那么事实上呢 很多人都在问 为什么这一次呢 再次记得不管是人员或者是机具的动员力是如此的强 其实答案就是靠志工平常之间落实社区的紧密联络网 以慈祭台北分会的协调中心来说 其实就统合了包括北部地区所有的社区资源 家里面有怪手等重机具的志工 熟悉清扫工作的志工 全部都造册会整 纵向横向组织联系 各地只要有需求电话 8个小时物资人员就可以送达 我们每天从一早都要忙到晚上 每一个人身上大概都自找 每天要打了100多通以上 所有的联络的调动 我们包括设计机具跟我们都每一个都联络 联络物资 调动人员 位在慈祭台北分会里的防灾协调中心 随时都是这样的忙碌景象 好 各位报告一下 要报告有通知 从救灾工作展开这里更是重点的后勤部队 辛苦是一定的 但是我想这一份的责任跟使命 一份使命感让许多人都是全天候待命 才刚从屏东临边回到台北的陈胜雄 对车辆调度进度一样临时差 随时了解进度 增加人员调派的机动性 让工作进度不断超前 这里如果是做到中午完他要回报 要回报 要做好 做好是我们找第二点 找工作做 地图也要用精密度来分类 就像所有慈祭之工一样 陈胜雄完全了解自己的定位 政府机关的机械比我们大 我们就重点化在小巷道里 一部小山猫我们就配 配两部的那个 那个雅达娃车 有的时候会配三部 定位清楚 就连机具的特性也都能完全掌握 比方说我们的那个床垫 你来浸水 很重的 10个人也说 要用这些液 这样才液不出来 详细的规划不止在现场 8号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 10号北部的慈祭之工 就跟高雄慈祭之工整合 11号动员清扫机具 率先进入灾区 位在屏东的前进指挥中心 只要一通电话 不论是需要重机具 打扫装备还是人力 8个小时内 就能统合所有资源 抵达现场 有时候会一边 看灾一边 调度 要需要他们带什么 比如说他们要带 元桥来 要带扫宝来 要带水桶来 要带盲布来 看灾 动员 同步完成 包括分秒的务实精神 才能让灾难发生后 有需要的地方 刺激之工 蓝天白云的身影 随时都在 大新闻 陈吴博勋 特别报道